他的儿子 他一直为儿子的生命祷告 但是神没有救过他的儿子 他的大儿子 八十八的大儿子就这样死掉了 他说 人家说 问他怎么办 他说孩子死了 我何必进食 我岂能使他返回呢 我必往他那里去 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 所以他 当最后他洗澡洗好就沐浴以后 他就有不正常的人一样 所以说 曼德拉也讲过这样的话 当我走出玉门 走向那山 将给我自由的大门的时候 我知道 如果我不怕苦毒和仇恨留下 我将仍然还在遇中 我想起我外婆的一个故事 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你除非在浙江人 而且浙江人 而且要是在我们那个区的 在宁波附近的那些人 也许才吃过这个东西 这是过去比较穷的时候 这个县菜 它长得很粗的时候 放在盐里面 就是盐的不得了 咸的不得了 就是在浸 浸好一会儿 让它发霉 然后蒸了以后就吃 这是穷人吃的东西 就是说家里没东西吃的人 才会当时会做这样的东西吃 他说有一个小孩 在暑假的时候 妈妈把他送到外婆家去 外婆每天给他吃鱼吃肉 但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外婆说 他也许会喜欢换换花样 所以给他烧了馅菜锅 然后他回到家以后 妈妈问他 你在外婆家吃的是什么东西 他说我天天吃的是馅菜 所以我们有时常常会定睛在一件事情上 我们常常发现 OK 神对我的恩典很多很多 但是就有一件东西 我就突然发现 神 你从来没有给我恩典 你一直跟我做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 其实我们要想一想 另一条铁轨 你看看我在这一段时间 所经历的是怎么样的东西 我到后来 当教会的周报 写我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 我说你们没有必要再写 因为为什么 写了以后反而使我心里难过去了 我就发现 神你究竟在哪里呢 一个基督徒要忍受这么多的苦难 但是 所以说 但是你看到神奇妙的带领 我有许多可以感恩的东西 我在下面的slide提到 但是发现 那些跟我一起走过 同样路的人 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 就在 Rick Wong的儿子自杀的前一周 非常奇怪 他那一天上讲台 讲的一个topic就是什么 How to survive the worst day of your life 他也不晓得 再过一礼拜 我的儿子就自杀了 他那天就是神给他一种感动 他讲的是这样 那天早晨 他太太醒来的时候 戴着一个项链 就是叫 True's Joy 他有本很有名的书叫 True's Joy 他戴着项链 就是True's Joy的项链 然后当三个月以后 Rick Wong 重新站到讲台上的时候 他系统了 讲了七讲 我们如果说处在苦难中的人 我们来看看 我们心灵走过的路 就是正经伤心 挣扎 顺服 乘胜 然后服务 我今天来到这个讲台里面 他最后的一个 给我很大的鼓励 因为为什么 我们有service do not waste pain 就是说我有伤痛 我应该讲出来 我不要把这个伤痛好像就说 我自己在家里面伤心铺气 我要让那些其他的人知道 我们苦痛经过的人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苦痛 在黑暗中 还可以找到同样的保障 对我个人来讲 我也有许多可以感应的 我的另外一条铁轨 也是 我在这一点上 我曾经在两个小公司工作 第一个小公司 而且已经是上了股 上市的一个公司 但是上市以后 这公司就垮了 所以我后来 在很大的公司 叫ADP 比较有点听到过 就你们很多的 Paycheck 也许都是ADP来的 我在HDP做了六年 也做了很好 但是ADP有时 我们在这里的 由它的operation要shut down 后来我又去了attensity 心中总是要有一个发财的梦想 叫attensity 也很好的公司 他们搞 就是说linguistic的 一个计算机程序的东西 就是说 比如说 把一个篇文章 不要人来读 它可以把 用计算机把它读出来 这篇文章 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 你讲Apple公司 很多的 用了iPhone6以后 有很多的comment 就晓得吧 在这个 他就把这个extract出来 看 这篇文章 是对它positive 这篇文章 还对它negative 每个comment 它就可以 用计算机来读你的文章 我们有时想 也许我写一个comment 真的由一个人来读 其实都是计算机 给你大概的 晓得一下百分之多少 是positive 百分之多少 是negative 就好了 但是我在那个小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突然有种想 变了一个说 他说 哎呀 像你这种身体的话 还不如 就是到一个 做一个state的 就government 他说 你可以这样 做做就可以了 我们也不要 有其他大的负担 然后我们家里情况也可以 我说 他说 没有必要 是他鼓励我 换工作 我就是到 这个 就是 Message Court House 就是那个法院 就是450哨市 在State Street的公司 我就去到这个地方去工作 想想看 如果我没有换工作 我的医疗的 开支 那是多少大 一个手数就25万 你在小公司 他就是对你再好 他也要把你 lay off 因为他 配不起这样大的一个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premium 他 由于我的笔 这个小公司的20个人 每个人每年都要砸 他肯定没有办法 因为神给我预备 然后到燕林去世以后 我第一次 听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 矮快 有缩小的现象 然后从那一点开始 我就掃描 东西正常了 然后 当然我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又体贴了家人 弟兄姐妹 无私的官案 还有我有一份 很好的工作 我的老板的老板 特地还找到我 他说 叫我不要担心 不管你病多少重 不能来工作 我们一定会keep你 然后我们公 这个是government job 还有一个好处 他们的sick day 可以全部donate 我7月28号去上班的 在童年的感恩节 就出了问题 所以说 我没有sick day的accumulation 就是全靠这些同事 他们donate 也有这个 就是法官给我的donate 都是有很多很多 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 在我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 神还是给我了 一点预备 所以在谈到这个时候呢 我一定要谈谈我的女儿 她今天也在场 所以说 过去有一个 这个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 他说即使一个小孩啊 跟着你父母亲来教会 当他离开你的城市 到另外一个城市 去工作的 去上大学的时候 他说只有6%的人 才会坚持去上大理的教会 因为学业很忙 他们每天睡觉的时刻变成 晚上两点钟 所以说你想想看 如果说周末是唯一的 可以喘息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周末到礼拜天 有一个后顾之忧一样 我还要起来去上教会的话 我不能说 他是每个礼拜都去上教会 但是他能够坚持 基本上坚持 仍然在波士顿 他这个学校的附近去上教会 所以当他们同学有苦难的时候 他也是妈妈去世的时候 他就非常有感同身受 他会买一个小的cupcake 送到人家房间里面 然后写一张 用圣经的话来鼓励他 所以他给我带来的一本书 就是他当时跟还有一个女孩子 一起就说大家要把Purpose Driven Life 来在40天读完的这样件事情 这里有Rick Warren的签字 因为他来的教会就是Siddleback 就是Rick Warren的教会来的 所以说他们接了一个很好的队 一起来在林里面 他也参加哈佛的Fellowship 可惜他去的那一年也是Jereme Lee 毕业的那一年 否则的话他一定会 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神在他身上的恩典 真的很难用言语来表达 就在我们家 最最倒霉的时候 他的early action 申请了斯坦佛大学 他是想跟我离得近一点 可以来回家的经常的照顾 那天下午我还可以完全记得 就说斯坦佛大学发宝 他打开计算机 第一句话就是Congratulations 那是最高兴的一个日子 那个下午真的是 然后在后面 他又申请了基础大学 他被所有的大学都录取 然后过了三年以后 在这个时候 应该在这个时候 就说他申请这个medical school medical school 如果说你们有家人申请过的话 你们完全知道是有多么的艰难 就是说在美国的medical school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好多人连整个cycle结束以后 连一个interview都没有 不管你自己认为自己多么的出色 然后他当时暑假回来 开始写这个SAR 写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就说爸爸如果我在圣诞节前夕 有一所medical school 录取我的话 我这个圣诞节会多么的愉快 他是很早就被 由他大学的医学院录取的 当时就录取了第一批三个人 他是其中之一 但他来的时候 已经被好几所医学院录取了 最高兴的一个点就在这里 他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 这是陆加学校 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医学院 当时他早晨给我来工作 他给我打电话说 爸爸我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了 那我马上给我们小组的 关心我的人发了text 竹马收到了我的text以后 竹马跟我讲 他说方红 我现在不能给你打电话 因为我一直在哭 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走出来给我打电话 这个时候他已经跟我女儿一起联系过了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高兴的认识 在很久以前 他曾经在Facebook打开过一个张照片 有六个穿着白大褂的学生 是哈佛的undergrader毕业 然后又进了哈佛medical school 我说哎呦 这个倒是好 我也说好羡慕的一件事情 他说你爸爸 你千万不要急这个希望 我是绝对做不到 后来 他真的称为 在他们哈佛人里面 这称为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 就是说你在哈佛上undergraduates 然后又被哈佛的医学员毕录取 然后在毕业的那天 然后他又下个礼拜二 就要去英国的牛津大学 他拿到了一个Harticle scholarship 就是在哈佛就是每两年给一个学生去英国牛津大学 他拿到了 然后就跟牛津大学有个交换的 就每一年 有一年是哈佛派牛津 一个是牛津派哈佛 然后在毕业典礼的前一个晚上 他打电话九点钟跟我说 爸爸 我是75个人之间的一个 就是最高的毕业的荣誉 就是说他是1600个学生里面 他是75个之一 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 在这么多年 有许多的家长来到我们家 他们就想重复康尼所经历的 就前不久有一个家长还到我们家来 康尼在学校里面 哈佛所选的 因为他的小孩也想能进医学院 他说你把康尼所有的选的课都打印出来 我的儿子就要走同样的路 后来我跟他讲 我说康尼考试成绩也许没有你那么高 真的没有高 我说我们能够有这么一步 真的是神的恩典 而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神他也有遗憾的地方 他因为当时拒绝过斯坦夫 他很想进斯坦佛的医学院 但是人家也没有要他 你想想就神让他知道 你并不是全能的 你还是有许多学校不要你 但是你所有的 你就要改恩 真的是神大大的恩典在他身上 如果我永远普读的话 他也这么讲 如果有我所有取得的成绩 如果可以让你换来妈妈的生命的话 他说我宁可不上大学我都无所谓 如果大卫也这样想 约伯对他十个小孩也这样想的话 那我们永远在土毒当中 我们忠贞地要想到神的恩典 而且神的恩典真的是大大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所以说你们看 为什么我选了这么多的例子 都是倒霉的人的例子 我们耶稣就是一个倒霉的人 在世人的眼中 他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 他出生的时候找不到地方 这在马巢里面 他三十岁才开始步道 而且步道的范围也相当小 三十三岁就进了 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说到 他们说到以色列旅游的话 有一个地方叫十四处 他每一个站 让你来体验当时耶稣上十字架 所以说你发现吧 那些我所举的例子 为什么我可以举这些例子 因为他们对我的内心有共鸣 我不会举一个非常顺利的人 我们教会有些得癌症的人 我有一次我半夜打电话给他 我说我刚刚知道你有个这么情况 我说是不是打扰你的睡眠了 他说方红啊 别人打电话 我不愿像祥林嫂一样的 重复我的悲惨的故事 他说你来打电话 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打 为什么 他知道我走过这条路 我知道他将经历的是 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怎么样的一种苦难 所以我们前面回到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 我们耶稣已经给我们 做了最好的网样 神公平吗 让耶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 公平吗 真的完全不公平 当他说阿爸 父啊 在科西玛尼园 祷告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宠我的意思 只要宠你的意思 我们的神 完全地沉默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想想 神 完全地隐藏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三个问题 谁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回答 就是耶稣 主基督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回答 所有的一切 我所经受的一切 我所受的苦难 主已经用他自己来代替了 有一句英文讲得非常好 我中文翻译 真的是找不到一个很确切的来翻译 他说 God does not reveal his grand plan because he has revealed himself 他把自己都敞开给你了 就像我们教会 曾经有一个很好笑的时候 故事 他就说 有两个姐姐跟妹妹 姐姐去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 学费很高 妹妹有一天在路上 问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你把钱都用在姐姐身上了 我以后去上大学的时候 会不会你们还会有钱给我上 其实如果他体谅到 爸爸妈妈的爱的话 其实这些都不在问题之下 父母亲早就给他做了最好的安排 所以我们的神 不管我们所经历的什么 神已经给我做了最好的安排 这就是今天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